Hello,大家好,我是JC 那我们上节课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我们这个Python3新特性当中的我们的Brun函数 还有我们的X函数,也就是我们的EC函数 那我们这节课呢,建议大家介绍我们的Python3新特性里面的新内容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介绍我们的语法课的最后一讲 然后我们呢,会大家介绍我们的4循环 会介绍我们的二进制和八进制的区别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input函数的区别 今天呢,都会向大家呢,一一的做阐述 现在呢,就让大家呢,来和我一起来正式进入今天的学习 OK,我们今天呢,会大家讲我们的input函数 还有呢,B,还有我们的Hawk,也就是说我们二进制和八进制的函数 也还有我们的复循环,在我们的这个Python3当中 它都有哪些变化 OK,那我们首先呢,会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的input函数 那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input函数呢 主要的一些变化呢,已经给大家列在这了 下面呢,就让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读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个Python2当中呢 我们呢,会有两个我们的就是等待用户书的函数 然后呢,一个叫roinput,然后呢,一个叫input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它呢,作用呢,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roinput函数 它呢,实际上呢,是从我们这个标准书当中呢 然后呢,它呢,会读取一个输入,对吧 然后这个书呢,是我们的定义的输入 并且呢,会返回我们这个所读取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并且把我们尾部的欢呼 从呢,这个末尾去除掉 然后,但是我这个input函数呢 实际上呢,你如果要是这样用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错误的 那么呢,我们呢,就需要一个 有效的表达式 然后才可以 那么,它的这个 嗯,具体我们的python2当中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还是呢,给大家通过实例 让大家先看一下 之后呢,我们会再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是怎么用的 OK,那么呢,我们现在呢 就是给大家已经 嗯,为了节省时间,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代码呢 给大家先敲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实际上我们是写了这两行代码 对吧,因为我们底下全都注射掉了 那我们这个两行代码呢 然后分别是用我的这个rollinput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的这个 读取的这个,我迷糊的输入呢 存放到我们这个变量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变量呢,prunt一下 看看它结果是什么 OK,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代码 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我们呢,要在我们的python27当中 给大家去运行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file的名字叫 044,对吧 OK 那么它已经给我打印出来了 然后它问我,我的要求是什么 对吧,然后呢 我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它输入一个东西 比如说 OK 那么呢,我们这个函数呢 它呢就是成功获取了我的输入 哈哈之后呢 它呢,会把我们这个哈哈这个字幕串 给我打印在屏幕上 那么我的要求呢,就达到了 那么我们呢,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呢 我们的另外一个函数 就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的我们这个input函数 那么它呢,在python2当中 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到底跟我们刚才那个ro input的那个函数 它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同样,它现在还让我输入 比如说我还输入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会什么 OK,它这个地方呢 它会告诉我们 它呢,返回了一个错误 实际上我们这个在python2当中呢 我们这个input函数呢 它呢,是要求我们返回表达式的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呢 只有输入了一个表达式 它才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它会自动呢 给我们计算我们的表达式的结果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在python2当中呢 我们这个input函数 它的一个功能 OK,那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python2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python3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3 当中我们这个ro input函数 它变成什么样了 OK,它的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ro input函数呢 它是给我们出名名了 它出名名上我们这个input函数了 那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那我们这个python2当中 我的这个input函数 实际上它也很有用 那你现在给我出名名成input了 那我要是还想用我们python2的 这个input功能怎么办呢 OK,那么我们这里也有办法 如果说我们需要保留我们这个 python2当中这个input的功能呢 我们需要是这样来使用 那我们这样来使用的呢 实际上呢 就是和我们这个python2当中 这个input函数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 它的变化主要是这样 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ro input 我们现在出名名称input 那么我们这个原来2当中 这个input呢 我们要用这个evo input来实现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还是从实际当中演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呢 我们呢 在python3当中是不是这样 OK 那么我们刚才这两句话呢 我们同样的是 我们在python3当中 去给大家运行一下 OK 它现在又问我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们这个ro input和这个input 在python3当中 它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现在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还输入哈哈 OK 那它的返回呢 然后就是哈哈 然后它呢果真是和我们这个python2当中的这个ro input 它的含义是一样的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给大家的讲解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想用我们python2的这种input的功能呢 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让大家看看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能不能实现我们这个python2的这个input功能的作用 OK 大家看它返回的错误呢 确实是类似于我们python2的这个input的功能 那么呢 如果说我输入一个表达式 果真它这个就对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变化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想使用python2的这个input的功能 我们一定要这样去使用 这个在实力当中都给大家分析过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二进制和八进制的我们的这种 函数的变化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二进制和八进制 我们这个函数呢 它首先是这样 我们在python2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呢 我在前面加一个0 666实际上呢 它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八进制 对吧 转化成我们的就是十进制的 就是我们普通用的数 那么如果说我们呢 用我们的这个0666呢 我们同样呢 就是可以把它转化成 我们的这个十进制的数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十进制的数前面 我们加个OCT 那就是八进制的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转化成一个 我们的这样的八进制的数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十进制前面呢 加上一个bin 也就是说我们呢 就会转化成我们的一个二进制的数 对吧 这个是在我们PAS2当中的这么着一个用法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还是从谁当中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那么呢 我们现在是用PAS2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呢 我们这个看看四种结果是什么 也就是说呢 这种呢 就是转化成二进制 对吧 这种呢 是我们转化成 由八进制转化成十进制 这种呢 也是由八进制转化成十进制 这种呢 是由十进制转化成八进制 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运行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首先呢 会从Python 二当中呢 去运行我们的这个脚本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果呢 就是如我们所愿 跟我们想到的是一样 第一个是二进制 这两个都是十进制 最后一个呢 是八进制 对吧 那我们在Python3当中有什么变化呢 实际上呢 我们Python3当中呢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二进制的呢 它的这个 运法上呢 没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八进制上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是说 想从一个 八进制 然后我们转化成十进制的话 我们只能是使用这种办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必须要有O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没有O的方式呢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它呢就 不再存在了 如果说你用我们这个八进制 转上十进制 我们这八进制数 你如果说没有加O的话 它呢会返回一个 语法的错误 那么我们还是实际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不是这样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的这个代码吗 实际上呢 我们的这个三个都是对的 对吧 只有是我们这个是错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在Python3当中去运行一下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结果的话呢 OK 果真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然后它呢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预法性的错误 所以说呢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对于八进制的描写 我们一定要加上O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错误 这句话注释掉 我们再运行一下 OK 那么它就正确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八进制呢 它的变化呢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加上 我们的这个O 才可以代表我们的八进制 这个是我们三当中的这么一个变化 之后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复循环 那么我们的复循环 在三中 它的变化是什么呢 这个变化呢 还是很有趣的 也就是说我们复循环中的变量呢 它不会再系统到 全局的命名空间里了 这个呢 我也相信 我们使用Python2的同学呢 他呢 会对于这个问题呢 还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Python3呢 相当于是把这个八个 我们已经把它修复掉了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具体呢 还是看一下我们实际的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在Python2和Python3当中呢 我们实际上呢 是运行非常类似的代码 然后呢 其实实际上是用一个复循环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复循环之前呢 打印一下我们的变量的值 复循环之后 再打印一下变量的值 来验证 那么我们这个变量 有没有泄露到我们的这个 全局的这个命名空间中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代码给大家写好了 比如说 我们呢 先给大家看这个代码 那我们这个代码呢 从我们这个 Print的形式 就会看到 我们这个是一个 是在Python2当中 区域形的代码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2当中 我们会不会进行 我们这个 复循环的变量 会不会泄露到 我们这个全局的 这个命名空间中呢 所以说我们呢 还是像刚才我们解释的一样 在我们复循环之前 打印我们的变量 复循环之后再打印变量 来验证这个问题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的运行结果 我们 在呢 Python2当中去运行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泄露的 对吧 那么我们之前呢 爱是1 然后 之后呢 爱是4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 复循环 它的这个内部 它的这个爱的变化 实际上它已经 吸入到我们这个 全局的命名空间里了 那么同样 我们呢 有另外的一份 很相似的代码 也就是这个代码 我们在Python3当中 去运行的 实际上呢 我们呢 在Python3当中 也是去验证一下 现在用我们这个复循环 它的这个爱的值的变化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我们的 Python3当中 我们来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变化还是很显著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在复循环之前 爱是1 复循环之后呢 爱还是1 那么我们呢 修复了这个bug 也就修复了这个错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爱 在复循环内部的变化呢 我们已经不再 吸入到这个 全局的命名空间里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复循环 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有一点点杂 也就是我们先讲 我们这个input 也就是说 等待应户输的这种函数 它的变化 之后呢 我们讲了我们的这个 二进制和我们这个 八进制 然后它的这个变化 八进制前面 B要加上O才可以 对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讲了我们的复循环 讲了它的这个变量的 这个在全局的 这个命名空间当中 的泄漏 我们就讲了这个 三大方面 那么我们讲完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是给大家 留一个作业 希望大家呢 我们可以去复习 我们刚才讲过的 音符的函数 二进制八进制 以我们的复循环 的相关变化 然后之后呢 自己呢 并且编写自己的程序 去手动的去练习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另外的两种 语法的变化 然后一种呢 是润质 然后一种呢 是我们的字典 那么呢 这两种呢 就是也是我们在 变成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它 在我们判词三当中 会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 一一的去阐述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